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北京中的斯瓦监定所 您这是可以做亲子监定吗 对 我这个不太方便说 就是想做一下我老公和我孩子的这个监定 你们这边能保证就是不让别人知道吗 因为我这个事就不想让别人知道 就想自己看一下 我叫邓亚军 现在是这个司法监定所的负责人 我们这个所主要就是做法医物证监定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DNA亲子监定 我们还有法医临床监定和法医病理监定 常规来做监定的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取血 但是也不会抽血 像医院那样抽你筋脉血 我们就取指尖血 而且只要四五滴就够了 一进入这个行业才发现 原来有各种各样的人 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做亲子监定 举个例子吧 碰到一个男人带着自己的老婆 带着三个孩子 我还以为他要给三个孩子做亲子监定呢 其实他只是给其中一个做监定 他说这个呢是他外出来打工 认识了一个女的 两人就同居了 同居了 这个人生完孩子就走了 他没有办法跟家里交代 跟他妈妈呀 跟他媳妇交代 最后他没办法 还是把这个孩子抱回去了 开始说是别人家的孩子 让他养两天 后来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没办法就给媳妇说实话了 他没想到 无论是他的媳妇还是他妈妈 都愿意接纳这个孩子 但是呢要求就是 你得看看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因为跟那个人就是萍水相逢嘛 他是特别谨慎的 而且他当时告诉我 说你不要担心 我会不要这个孩子 即使鉴定出来不是我的孩子 我也会养他 但是我就想要一个准确的结果 最后我鉴定出来 确实是他的孩子 作为我们一个司法鉴定人 我们是拿结果 我拿证据说话 我也能理解他们 他们需要一个倾诉者 你是一个陌生人 我讲给你的没关系 这时候如果我太代入的话 就会影响我的专业判断和专业操守 所以慢慢的在做这个鉴定时间 长了一下我17年的亲子鉴定 我做了至少有10万例的鉴定 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案子 全都有 我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我可能去反推 或者我会理解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衷 但是结果不会作假 一般的流程是我们做完实验了 得到结论的时候 我们先会电话通知一个结果 然后让你第二天再来拿这个 鉴定意见书 但是如果不是 比如说他之前没有接到电话 或者他之前不肯接电话 来拿结果的时候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个当事人 就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三个人一起来取鉴定一件书 我们就搞不懂哪个是他的丈夫 因为拿到那个鉴定书的时候 我们还看了一下 说这里边 支持某某是这个孩子的生物学父亲 就交给了这个人 结果其中拿到鉴定书 看了的这个男的 就直接一拳打向那个女的 哎我们还纳闷呢 这是一个支持的结果 为什么要打 后来才明白 真正来做鉴定的 并不是他这个丈夫 有的是会给孩子有不同的表象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家三口来的时候 这个爸爸特别疼爱儿子 孩子他们的左手右手都拿着零食 过了几天来取鉴定结果的时候 看到鉴定报告上 是不支持他们这个父子关系的时候 就立刻跟孩子 跟那么小的孩子反目成仇 把孩子推到一边 各种各样的表现全都有 我们可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啊 中国毕竟它是有几千年那个传统文化影响的 它是一个特别注重血缘亲情的一个国家 我养育了无论是两年三年或者十年二十年的孩子 突然发现不是我的 没有一个男人能欣然 就是心安理得的去接受这样的结果 绝对没有 可以说吧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这个通常是决定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命运 就是这个家庭是和是分 可能跟我们这一纸鉴定结论都非常有关系 所以前几年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我们是婚姻的杀手 好朋友们会跟我开玩笑说 啊你今年又破坏了几个家庭啊 开始我还是跟他们争论一下的 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后来我就觉得我没必要做这样的争论了 我觉得这就像一个浓窗一个毒瘤似的 就是你今天不做鉴定你遮掩过去了 这个事情它在哪儿 它总有一天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把这个结果翻出来 它不是我造成的 我呢可能就把这个事情提前化或者明朗化了 我们建议机构可能就起了这样一个作用 我觉得我是一个挺乐观的人 我只能说我会用这些反面的例子来警示自己 我觉得人的社会性就在于 我交友的时候 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诚信在这个地方的 那我如果对待朋友也是一种诚信的方式 我相信朋友回报我的也基本是一个呈现的方式 包括家人包括亲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 和台湾在一起 如果我们在这里 这是不要 realmente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感谢观看